它长这么大,是吧 你看,大小不一,因为它长得不一样 因为早一点更小一点的 你别不相信是我自己封出来的 你看到吧 你网上买人家也不会卖你这么小的 因为小的要多少才够一斤啊 人家卖的都是挺大的 这长了有一个多月了在这 从那摔过来,我摔了两层 先拍一下面包虫怎么养 这个是喂它的草,因为太干了 天气太热了,咱都能放着草,这面包虫 这是网上买回来的面包虫 因为你要养,你肯定要 要有个营种的 这种虫啊,网上买的比它小 长得这么大 它长着长着就会变成这种 这样的 有一盆这样的已经被我扔了 因为它变成虫虫这种产脂之后 它就会死亡 在网上这些喂鸟,喂的差不多都不多了 看,看这种 这种是网上买回来的 长一个多月吧,就变成这种黑虫 这个黑的带壳的,看到没,能不能看清 这好多也死了,变成带壳之后 它铲子,铲子,然后你把它的 你要喂它的连鲜料乱七八糟的东西 全部塞起,用塞子塞掉 塞掉放在另一个盆里 就没有这种,只是它的铲扎 因为它那里面会有虫脂啊 会有这种带壳的虫 这种带壳的虫 铲的纸,就是虫卵在里面 它就,你就放着,就是给它放上那种 保持水分的东西 你不要让它太干 它就会慢慢的出来了 它就变成小虫 你看,这就是那种 藏到褪颗之后就变成,先变成这种 然后这长着长着变黑 变黑,然后再铲子 然后这一盆里就是他们 铲子塞过之后 它,出来的小虫 你看,以前很小的时候就看不见 你抓一把 看,它长这么大 是吧 你看,大小不一样 因为它长得不一样 因为早一点更小一点的 你别不相信是我自己封出来的 你看到吧 你网上买人家也不会卖你这么小的 因为小的要多少才够一斤啊 人家卖的都是挺大的 这长了有一个多月了在这 从它塞过来 我塞了两盆 塞了两盆 那老的就 就已经弄废掉了 看,这都是的 看 这就有买的多了 看 看到吧 整个过程就这样了 因为这里 买虫喂鸟 喂的喂的喂的 就多了 看 给它放点炒 太干了 上面给它拿着炒 你看 随便放的 因为这不能兑水啊 要保持水分 现在太干了 它自己就会吃了 我吃不吃它可以保个水 不要晾那么干 不要晾那么干 看 那个盆里 我也给它放一点 可以把炒在 外面拔的 外面土里面下完雨拔的 好了 就这么放的 买回去的时候 就是要一直 随便养 随便喂 喂的轻点的东西就好了 时间长它就翻译出来了 有需要的可以再问问我吧 看 都在这个大盆里 养着 平常就这么盖的 这张报纸还是买回来的时候 里面带着报纸 看什么 这是虫洞 它残暖 它有的会贴在这报纸下面 现在因为都是小的 就没有那种大的了 就都在下面 下面养的味道是麦夫 麦夫啊 这里面是麦夫 然后上面放的草 你如果虫多了放青菜把它切碎 它就能看到它吃 它在这爬着青菜的 好 就拍这么多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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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